师父就是说是有一个放生 有一个共修祖吗 他们在放生之后 天上的燕子 他们在离开的时候 就是坐车离开的时候 结果天上的燕子都围着那个车 转个不停 这是什么原因呢 师父 直接飞下来 直接飞到车外边 转个不停 转个不停吗 有两种啊 两种啊 第一 这种燕子呢 你要说好的 如果真的有菩萨来 这种燕子 燕子是带来喜讯的 啊 就是说 如果对着 当时对着你们 坐放生的人的车 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 你们身上有光环 他愿意跟你们多接触 如果是盯着那些放鱼的车 是看看还有什么剩的鱼 他们可以吃 他们是一直围着同修的车 就是同修的车 那就是有光环了 是不是他们放生 就是放自己的慈悲心 放出这种慈爱之光 这样就交到燕子来了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动物都会有这种本性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你像师父 比如我们在放生的时候 放生的鲤鱼 鲤鱼啊 我们在念青经的时候 这些鱼都出来跳 它呢 也是感受到菩萨的那种光 还是感受到我们这种慈悲的光 感恩我们 基本上都是人的光 因为人当一个人善良的时候 他会发出一种善良之光 明白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 特别开设